敘利亞那一幕,就是那個難民,就是無家可歸他們用他們的方言講的那一段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就是很感動,因為我之前學患,在監獄待十年 所以那一種,我雖然有家,但是歸不得,就是沒有辦法回去的那種感覺 哈嘍,大家好,我是Nancy 這一集歲末祝福專題我們要來看實業家與更生人互為貴人的故事 他是實業家吳伯鴻,公司做的是通風設備 在慈激之工的介紹下,接納楊志偉、陳秋賢兩位更生人到公司服務 接連都受贈成為慈激之工 他們在2023年還邀老闆吳伯鴻一起參與金藏演繹 我們先來聽吳伯鴻是如何以愛與他們共同成長 以及如何走入慈激的故事 然後初期我是由電視報導,那時候921地震的時候 我忽然間會覺得說,怎麼有這麼大的一個團體 能夠去認...等於建設這個學校有這麼多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說,忽然間我們有... 就算有這個善戀想要去投入的時候 你不知道往哪邊投,那再來 他能夠怎麼塑造這一個最大的一個效力出來 好,那...後來在大陸金藏的時候 因為晚上的消遣在看電視 就是大概都會看那個大愛電視 然後反正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的員工餐廳的一個食材的浪費 收水 反正我就會認為說,那怎麼跟員工溝通 那有一次我剛好看到我們大愛的那個... 洗霧的那個...那忽然間我就想 那把我們的電視,兩台電視 原來是一個東一個西 我說那全部都把它挪到同一邊 然後一台就是請,第四台就固定就是大愛電視 我說只要開就是只能看大愛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跟員工溝通 誒,忽然間那個收水桶的用量 忽然間越來越少 然後那收水的,忽然間來還問我們說 奇怪你們員工是不是變少 不然怎麼收水變少 那我就說,用這個方式 可以跟員工達到很...很好的互動 所以我就慢慢去想 很多這一些細節上的問題 我說才想說 包括有一些會質疑說慈激 我都會問說那... 像之前我聽過慈激 曾經有講過,上人講過 那你有沒有做 有做是你有沒有照好的方向做 還是你往壞的方向走 那你的心態是什麼 2015年之後 我因為大陸經商就把它結束 那回來台灣 然後剛好那個曾血師兄跟那個 柴血師姐邀約我們說 那不然你現在比較有空 那是不是一起來做環保 我說也可以 那剛開始去做環保 其實會覺得...怪怪的 那你慢慢去做之後 不然就我有一次把我... 吳宗勳拉回來 我說你一起來做環保 我說你從裡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一個... 生活體驗跟智慧 我就跟他開玩笑 我說來,你看看那個... 電器,你看你去採 你去認識電器,你看 他電池爐裡面包括從每個品牌 他的設計結構都不一樣 那在穩定性哪一個比較好 你應該從那個看可以看得出來 從重量還是從質感 我說你慢慢去體會,生活的體驗 我說我這個... 從這個環保裡面 你可以誤到很多事情 然後... 後來... 剛好... 那個... 曾寫師兄在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那... 工作的穩定狀態 我說最主要是員工的問題 那後來 他介紹那個... 志偉師兄 到文化 他一開始是跟我講說 他是更生人 我說更生人... OK啊 但我說 他只要在慈濟裡面 我說他基本應該是從六十分起跳 我說都不用... 那OK 他說沒有疑念 我說沒關係 只要你願意做 我說你只要有心 那應該就不是問題 那後來就是這樣子下來 我反而也要感人實際 就是說 因為這樣子 公司忽然間 變得更穩定 包括每個員工他進來 他在工作的那個心態 我說有時候反而會提醒他們 我說第一 適時的安全 再來休息 一定要做 我說我從來都沒有要求 你們的效率問題 但是安全問題 跟工作的一個細緻度 一定要... 法入心啦 我說把這個... 我們... 包括我們入金帳 那個... 大偉師兄一次反問 我說 你對... 金帳的一個... 入金帳的想法 我說其實我是從中間才來參加的 我說... 但是... 我只有想到一個... 我說就只有一個無上廣榮 我說... 我會感覺就是說... 為持續為榮 但是... 有時候也會戒慎恐懼就是說 欸...對... 那我們接觸這個團體之後 我們要勉勵我們自己 一定要把本分事做好 我說... 我甚至跟我們兩個師兄在講 我說... 不能因為... 我說人家罵我們個人OK 罵公司也OK 但我說... 我說... 我說... 我在跟他們開玩笑 我說... 我們出去是跟人家講說 我們吃素食 人家都會很質疑說 我們為什麼吃素食 但是我說... 但是我現在還不太敢跟人家講說 因為我們加入慈濟 因為第一... 我說... 你們事情有沒有做好 這很重要 我說第一... 我們個人的問題... 影響... 但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個人去影響到 這一個大家庭 我說... 你看... 前面... 我都包括跟邱嫻講 我說... 因為是智偉 他進來... 這個公司之後 他做得好之後 所以... 智偉在介紹你來的時候 我不會再考慮 我認為說... 只要... 你們都有在慈濟裡面活動 我說... 應該你們的基本的一個... 問題都解決掉了 所以... 我說... 大家都會成比較... 信得過的態度在應對 所以我說... 這都是一個... 一個人一個人慢慢累積出來的 所以我說... 大家都要不斷去... 守住最後的一個... 底線子 我說... 一定要把百分之十做好 好... 吳伯鴻認為走入慈激的人都有默契 知道要做好本分事 所以... 他並不擔心管理這件事 也不需要刻意的去管理 而是以愛與信任來賦予他們責任 他也說... 人難免會犯錯 楊志偉師兄和陳秋贤師兄 雖然有根深背景 但富貴社會都有改過向善的心 也鼓勵他們... 無論過去如何 來這邊工作就是要重新開始 要做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再來聽聽楊志偉又是怎麼樣來形容他的老闆 很感恩我的老闆吳伯鴻先生 他願意接受更生人為他工作 給這個曾經犯過錯的 我跟今年受任的陳秋贤師兄 他能夠讓我們在他那邊安住身心 重新出發 而且對我們參與持續的活動 百分之百的支持 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 他對重視環保這個部分 就是公司的環保回收物 廢鐵廢桶那一些 他也是全數捐出來 這整年度大概有2萬塊的回收基金 都經營我們的環保戰 很感恩善人的慈德 讓我們可以有一生無量 好 我在溫馨座談之後呢 也和三位進一步訪談 2023年受鎮的陳秋贤師兄說 對於經文中的死、苦、格外的射手 因為他想到了父親過世前 他仍在監獄 要成為慈濟人 要守得十戒很難 光是要戒煙啊 就很不容易了 我力量不夠 所以我前年 我前年有 一樣這個時間 睡墨祝福跟上人見面 我自己的力量不夠 所以我在全球的慈濟人 面前發願說 我要戒煙 但是經歷多久 兩年 很難 我真的很難 我現在滿這個願的 雖然很難 但是 覺得靠自己力量不夠的話 就是靠著大家的見證 我覺得我是這樣 有點強迫自己的意識 但是 這當中 我覺得我找到的方法 就是 自我要求 也是因為今年的入金帳 有一次跟大偉師兄 詹大偉師兄聊天 他說 你一個人這麼閒的時候 你都會自說自話 你在說什麼 你也說兩句給我聽 我就會反諾我自己 其實大偉師兄 他是一個長者 他會用話語去點撥我們說 我們所做的行為 自己去思考 因為我一個人住 我下班很多的時間 我在自言自語說什麼 因為你很多時候都是自己跟自己對話 對不對 因為你一天下來很多時間 因為內心話 一定有 你說沒有那是騙人的 對啊 所以我就說 我入金帳 很多不會 那可以聽重播 放重播 聽歌 來增加自己的記憶 那更多時候 你有空的時候 那你在幹嘛 對啊 我想說 對啊 那壞習慣 也是養成的 我從抽菸變成吃水果 我水果吃多一點 我精多聽一點 其實熬到睡覺 就睡了 尤其是你像一個禮拜 最後一個月 三天要入金帳 你扣掉這三天 還剩三天 對啊 就是用別的好習慣去取代它 慢慢累積慢慢養成 他也很感謝老闆的護持 讓他們能夠專心致志 入金帳 我很忙耶 我真的很忙耶 真的很忙 我忙到晚上回到家 11點 早上我習慣了早起床5點 可是在這過程 很感動的是老闆 因為我們要參加入金帳的時候 我跟志偉師兄說 我們先跟老闆智慧一下 讓他排後面的行程 老闆說 沒關係 課表先給我 我想辦法 其實這句話包含了很多 表示他另外一方面 他支持我們 也因為老闆這樣成就我們 我們才得以完全的入金帳 我很射受裡面禁聞的一句死苦耶 生死的可能因為是爸爸的離去啦 也有差啦 因為我爸的離去 我爸從小就很疼我 這個死苦對我來說就是無常啊 上人說 常常在講一句話 無常跟明天 什麼時候要來 你自己做的不夠 自己一點把握都沒有 有把握的人 坐著等一下就走了 他有把握 對啊 我們沒有辦法預知說明天發生什麼 等一下發生什麼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要珍惜當下 把握每一個當下 我能做的時候就是幸福 已經走六年了 我有陪到他差不多十天 我那時候人在關喔 我人在關 我媽還不敢跟我講 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見我爸媽 我媽打開門跟我說 你爸在家或病房等你 你去看他 這是遺憾啊 也是要去面對啦 我感恩高照良師兄 把實際介紹給我 真的 我真的感恩他 我一路上的陪伴 有兩個恩人 高照良師兄 跟詹代偉師兄 他詹代偉師兄 他就是用很多故事 去點話我 讓我回家想一想 他故事背後的涵義是什麼 其實 你更會去激勵自己說 對 師兄長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不會說 白白浪費一天的時間 時間就這樣子走過去啦 很感恩很多貴人啊 我們是工作管理不是時間管理 我說第一 我們今天的工作 大概我們就 因為我們是戶外的工作 有時候就是 要考慮就是天后的狀態 那所以 會常常會去分享 就是說 那大概我們的 今天的工作精度是什麼 所以我們會切一個精度 就是說今天 好今天要入金帳 幾點 好那 時間點我們就會切 再彼此 那個效益 又會出來 那個法陸新聞 我就只 但是 一個比較感受深的就是 那個吳上光榮 換件你會警示一下自己 就是說 吳上光榮他是骨髓捲 但是第一點 我說 會給我的感覺是 你自己要勉勵你自己 你加入這個團體 你接觸這個團體 你真的要很 怎麼講 小心呵護他 我說第一 這個團體他是無形中 前人一個一個慢慢累積堆疊起來的 好 包括我也跟我們秋千師兄分享 我說第一喔 你再來 包括你更生人 你忽然間到每一個公司 確實 老實講 每一個都會 會稍微 台語講頓頓一下 會猶豫一下 但我說因為第一 剛開始志偉師兄 是因為正邪師兄 他過來講說 你如果 如果需要員工 有一個志偉師兄 他講 你要不要跟他談 我說OK啊 那可以啊 我就說 是因為志偉師兄 來公司 做了一兩年之後 你覺得很放心之後 我就講 你基本上你在慈濟裡面 加入這個慈濟團體之後 我說都有一個基本的標準 跟行為規範 所以我來講說 我說你們是以後法務部更生人 真的希望也要靠你們 因為是從你當下 你每一個人 你把它做好之後 我說那你 讓這個訊息 跟更多人 對更生人 可能會認同 然後甚至 他的機會 就一定會越多 所以有時候 我是剛開始 像志偉來 他剛開始也會覺得 可能會有自卑 但我一直在強調 我說第一 你不用說擔心你 技術問題還是你 我說第一 你只要有心 還有一點 我說 那還有一點 我也相當授權給你 我把你尊重 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我說我的授權取決於 你給我的回饋 我說這取決於人跟人的一個信任問題 我說很多 我說你不覺得到慈激之後 忽然間很多事情不需要管理 我說都把每個人的本分事做好就好了 我說那哪需要管理 所以我也很認同這個團體 就是說 其實只要 所以我有時候跟他們共勉 我說 包括邱嫻 我說你明天要受證了 我說老實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壓力 我說 像我 你們要約我來入金帳 那我都會有壓力 因為第一我都在想說 對我 我接觸這個團體之後 我說我們要無上光榮 人家 我們是以這個慈激 當作一個光榮 但是 我們能不能勉勵我們自己 以後慈激也以我為榮 我說這很重要 因為一棒接一棒 你們 這一棒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把它們接得好 然後做好 你讓下一棒人 越來越 做得才會越順 我說阿塞 這個善的團體才會做好 我說不然 真的要稍微有一點 戒慎的一個心態 慈激長期在土耳其 進行難民的慈善救助 敘利亞在2011年爆發內戰 有近700萬的難民流離失所 其中三分之一的學校被摧毀 超過90萬的孩童失血 很多的孩童就淪為同工 此際在土耳其開辦國際學校 關注敘利亞難民的教育 為戰火下的孩童帶來希望 而楊智偉在入京葬的時候 對那名孩童的新生事 格外有感觸 敘利亞那一幕就是 那個難民那個 我就 如果 我都想說 如果我是他的話 就是無家可歸 他們用他們的方言 講的那一段 對 那個女孩子講的那個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一種 無家可歸的那一種 就是很感動 因為 因為我之前 學壞 在監獄待十年 所以 那一種 我雖然有家 但是歸不得 就是沒有辦法回去那一種感覺 所以 我現在就 就是格外的那個 珍惜 接下來就是 人生的那個 另一個階段 因為 因為我 明年二月當爸爸了 所以 就是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 也是 期許自己可以把慈濟事 做得更好 也是 讓自己 更加成長 不管是工作上 或是 在慈濟上面 都有 有 在經營 就是 更成長 更穩定的在走 這樣子 上人辭世 每個人都不是壞人 只是曾經做過錯事 只要真心懺悔 還是可以重生的 上人說 人間難免有煩惱 若是沒有好姻緣 失足就造成不得平安的日子 最重要是 及時回頭 有好緣 就要把握姻緣 要相信人人本具佛性 凡夫難免有過錯 我們深深世世 不知道有多少福 朋友帶我們走好路 有緣 就一起走 共善的路 以上是這一集的 歲末祝福專題 也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 福會雙修 廣結善緣 在十分之下 按針 去到大部 按針 適合 叫做 請 再按針 按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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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